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見面 繼續是關於畫畫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有點不同 我和大家出去外面寫身 說起寫身 很多人都很疑惑 究竟寫身要戴什麼呢 足不足夠呢 和會不會很重呢 所以以下我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這個寫身工具 好了 事不宜遲 去片 好了 現在看看有什麼工具 首先我介紹一下這個是畫箱 其實它也有一點重量 是木造的 你看到 好了 這一塊是一塊畫布 就是讓我備用的 可以脫出來的 我現在就在旁邊這個扣那裡 我就打開它 兩邊這樣打開 好了 看看裡面還有一塊畫布 也可以拆出來的 你看到 如果你要多些畫布 你就黏四邊 它的位置是剛剛好的 這個畫布本身有塊木板 我自己訂完畫布 裁了出來之後 就用皺紋膠紙黏四邊 然後就套下去 這樣就找回你自己的尺寸 其實 好了 這裡有兩塊木板 攤開它 它這裡就可以放畫筆 這邊也可以放其他東西 好了 這個可以拆出來的 像膠盒一樣 膠盒一樣 可以在上面擠硬料 油壓硬料 當然也可以 你擠完之後 就可以在它味乾的時候刮出來 用塞紙巾抹它就可以很乾淨的了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 這個可以手腕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放這個東西 很重要 這個就是腳架 好了 這個腳架就要 要配合我這個畫箱 這個東西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這個畫箱就可以高高低低地夾 它就可以站在這裏 這個當然也是要帶出去 好 接著還有些什麼呢 當然我們要有畫筆 你看到有些畫筆在這裏 大大小小都會帶 對 如果帶什麼筆 其實就是按你自己的需要 你帶多一點都沒有問題 因為筆都不是重 但是洗得又怎樣 其實我就不會馬上洗的 我通常畫完就用紙巾 盡量抹乾淨一點 然後回來才洗 先包回去 這個竹籽都很方便 我覺得 而且它就透孔 就不用焗筆 好 接著 又要有油的 其實是畫顏料 裡面就是這個油壺 有個夾 裡面就有一條色的油在裡面 就是適合用油 好 接著就這裡 當然這碟是什麼呢 就是顏料 通常我就會帶這些顏料 有時候會給我畫畫 再帶多一點 譬如就多了一個啡色 還有多了一個灰紫色 有時候我譬如想快點 混合好顏色 我就會帶多一點色 現在我就會把它擠下去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我們要摺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要摺 這樣 那你就不用再帶 就不用再另外帶那麼多顏料 但我就不會完全不帶 我會帶我覺得是常用的 譬如白色我就一定會帶 還有裙青我也會帶 這兩個顏色我也會另外帶 其他就擠就算了 除了這些之外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 要帶這個膠袋 因為這些有油 那我就會蓋上去 那我就把它放進去 那這個是怎樣 這個油壺其實都比較易流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抹手指 去包一包著它 我覺得就會冷靜一點 這樣包著它 就擔心它會動 那我就拿這個 那我就拿這個 就用膠袋 放著它 那旁邊的高筋去 那我就拿多一瓶 再包著 因為漏油很麻煩 如果你漏油 你整個袋裡 你整個袋裡 所有東西都是油的 所以就要特別小心 有油的東西 就要小心一點 包著它 然後才擠進去 那還有一些東西 那我會帶一些濕紙巾 來吧 濕紙巾 還有 還有 然後 我會帶一些紙巾 我會帶一些紙巾 帶一些紙巾 把它全放進去 那還有些什麼呢 那由於現在呢 都天氣開始涼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就會 可能我會帶頂帽 這樣 還有 還有 帶風衣 我覺得都需要帶風衣 那還有的 就是這個 太陽眼鏡 當你很曬的時候 其實你都需要太陽眼鏡 這樣 那 那麼多東西 怎樣帶呢 都是一個好問題 來的 那 就要有個 大背囊 那 你看到我呢 就有個很大的背囊 就可以把我所有東西 都放進去 那 就把它放進去 那我整個可以 放進去 還有腳架呢 都放進去 有人幫我拿機器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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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記得 那些毛去上 無畫筆 那 放進去 那 皺紋膠紙 這個穩固一點 都會帶出去 那 那 毛 眼鏡 那 一袋 我就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那 它就可以 這樣 捲著 即是如果你大一點 它也可以 extend 因為它是捲著的 那個頂 那 它可以這樣 捲著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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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旁邊還有很多隔 可以製作 這樣 那 如果有溫的地方 就要記住 大溫溫怕水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出去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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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s pon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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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